全民的期待 也是議會所有議員都非常關心的議題 那今天董事長能夠親自率領 總經理跟各位幹部來 我相信我們議員都非常熱烈的歡迎 也是誠摯的 希望華信能夠盡早的進駐 那我先跟董事長跟總經理講 兩家進駐馬祖起碑 帶動馬祖的觀光聚能 同時徹底能夠解決我們相信行人權 所以我們這次人在議會 從開議一天到總之選 到今天的議會的情形 民視動議 我還是再三的希望縣長 能夠拚動我們航空公司 兩家進駐馬祖起碑 希望說華航下面的子公司的華信 能夠替我們國家盡一些社會責任 基本的馬祖相機的一些需求 我們是希望說能夠盡快得到我們董事長這邊允諾 是不是請總經理 華信來飛馬祖的航線 事實上委員這邊 他是用心是非常良好 每一次的立法院等於是交入委員會 因為委員一直在交入委員會裡面 他大概只要開議 他就會問這個問題 那就變成是華信這邊也接受到強大的壓力 事實上我們的以前的飛機根本是沒有辦法飛馬祖 這個ERJ的飛機 單一的機隊是ERJ 後來因為我們拿這個ERJ的飛機 在飛這個國內線是採飛的 所以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 才陸陸續續去租跟買這個ADR72 陷在這個飛機 那這是正在評估 我這邊簡單先報告 那等一下請那個曹董先報告 因為這個運能可能要從線羅的運能裡面做挪移 那這個還有很多 原來政府就已經賭過那些每一個地理 每一個彼島就有一些半次的關係 今天來就是要準備要飛馬祖 但是當然要飛馬祖是做特效的 那我們也支持這樣子 就是第一個我們非常謝謝 就是農長今天決定 就是華信要飛馬祖 但是因為關鍵是在明年8月以前 就是第8家第9家進來這個 機師的能力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因為ERJ還有8個機師這個過程 那我想我想我們委員一定會盯著這個 這個華信啊 當然前提當然飛揚的狀態 那我也希望說委員這邊啊 就是足了咨詢啊 也希望注意我們華信 整個機隊機師的人員以及招募的狀態 那我有一個建議就是說啊 就是說因為啊 你這個ADR相已經有飛金門澎湖 還有發展台電國內線 那這些啊就是我們希望說 雖然說馬祖機團這邊啊 這樣子有點困難 當然剛剛蘇建議員啊 西藥山洞 總統也都飛來 基本上它是沒問題的 當然訓練要好 不是說隨便的很當然訓練 但是總統專機都可以飛行政院哪 然後安排措施計畫 應該非常清楚的表達公式的一個態度 這應該很清楚的 因為我們馬祖這邊真的 為什麼我們相信會這樣子 不停地反應 不停地反應 當然是我們地方碰到了瓶頸跟困難 希望說 縣長 立委 議長把我們議員 都受到我們壓力之後 希望說華國那邊 華信那邊 給我們一般協助 我們希望 那委 期盼 最基本 在你們整體規劃的部分 要有計劃七成安排 那縣長 那委員 至少跟鄉親可以表達 我們努力的 但是七成的安排是怎麼去做 怎麼去落實它 我想現在是比較固實 所以我想基本上我們對這個事情 我們是非常審慎 那講真的 委員你在立法院也問了很多次 還N次而過的 問到我自己到最後 結果我都不想要怎麼答 清楚 我希望說 調定目標去做 然後第二點說 因為你明年八月也能飛機會進來 我也希望在八月以前 你們盡量去湊起這個正價值 我知道因為一台飛機要兩個人 八個正價值才能在這台飛機 我希望在 不要說等八月以後再來裝務這些人才 八月以前我們人才 假如時間一到 那我們開始來處理這件事情 好不好 這是我個人表現的 謝謝 謝謝 知道的 你八月內這些機隊才會到齊 機隊到齊以後才能完成一階段 二階段 你要機隊到齊 人員到齊 訓練也要到齊 除非 那起碼明年年底以後的事 對不對 那你這樣告訴我們的話 讓我們憲政很清楚 很清楚 一年之內兩家航空公司進入已經不可能的事 絕對不可能的事 因為華信如果不來的話 那就沒有這回事了吧 那要新宿 是不是 新宿 新宿一定要嗎 一定要加上新宿 蛤 那麼你八月內的機隊進來以後 必須要按三千段 你們會啟動這樣第二家航空公司進入的作業程序 你今天起碼在這個會議後 這樣能夠表達 這個這個部分 其實我現在如果跟委員講說 明年八月進來以後 我們人員都招足我們開始 其實這個部分我不敢這樣講 這個由那個我們的相關單位 你不能叫我當的董事長來講這個話 也沒關係啊 那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是希望說 由我們這邊來做 做完以後呢 再跟那個選委員 跟那個縣政府這邊 我們再做一個簡單的匯報 當然我跟各位議員報告 因為明年 但是現在機組員的機隊建立到明年八月 會大的能力更重要 那能力全組員就開始啟動這個規劃 計畫 好不好 是 好